他自幼习武,广荡江湖,玩套各路高手 他是主任小舅子,村中一傍,大难不死,终成人生名家 他与于秀莲有着怎样的感情纠葛 战斗力碉堡的他,又究竟是人是鬼 欢迎收看本期卧虎藏龙揭秘之《走进梦思昭》 呃,好了,不吓扯了 相信很多观众早已看过卧虎藏龙 剧中大侠李木白和于秀莲虽然互相爱慕 却迟迟没有在一起 原因是,于秀莲和一个叫梦思昭男人早有婚约 而孟思昭恰恰是李木白的好友兼救命恩人 我小时候家里也给定过金 他的名字叫孟思昭 孟思昭为了叫李木白,死在对手的刀下 其实孟思昭并没有死 在今天上映的剧集《青鸣宝剑》里 孟思昭就活着回来了 那么孟思昭究竟是怎样一个角色呢 首先,从人物设定上不用多说 他一定是一个身手利落武功高强的人物 啊,我是说他这个人物设定很真实 他并不完美 他有着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小缺点 人物刻画,十分立体 比如他爱酗酒好赌博 喜欢在深夜里跑步并暴揍过路的无辜群众 而且他很接地气,很生活化 快看,大侠在吃油条 你没有看错,大侠真的是在吃油条啊 哎呀,大侠你受苦了 啊,当然大侠偶尔也爱揍 但爱揍并不等于他不脸 只要背景音乐放对了 立马他就战无不胜 但凡音乐一响,你就热梦四招在开挂 就在揍人了 这正硬了那一句 在我的BGM你永远赢不留 但是如果你像这样 你看,画雷月马上他就不灵了 好的,让我们回到剧情 须一集的名字叫清明宝剑 这宝剑实在太他妈写行了 滴谁磕谁 先都大侠李木柏耍剑 不幸中毒挂掉 送给了贝勒爷 紧接着须一开始 贝勒爷又挂掉了 太可怕了 怪不得是第一部一开始 里大侠就想把剑送给别人 精灵剑 把他送给贝勒爷 是 啊,操,搞得跟看死神来了一样 根据清明宝剑的这个预告片调性来分析 这里面长得像史莱克一样的大反派 应该也是想得到清明宝剑 那估计他还够XX不强 李木柏是个清心寡欲的保守大侠 约妹子出来不过是泡河茶聊聊天 最多也就是孟格林 反过孟四招他可不是一个含蓄和内面的人 他可不是个体面的人 那当心如烈火的孟四招 遇上首寡动言的余秀莲 干柴烈火 剧情可能分分钟就是这个样子的 总之孟四招与以往影视作品中的大侠有很大不同 主要在气质上摔出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真的是帅炸 好了这个弹扯得差不多了 卧骨藏龙青鱼宝剑就要上映了 喜欢雾虾片 喜欢卧骨藏龙 喜欢刘能跟西辣角 而不是喜欢孟四招跟余秀莲 这对CP的人大狠 搜索电影院一读驾片一探究竟 相约电影院 相约大宝剑 让我们一起不见不散 拜拜